伊姆下达五次抹杀令全部失败 却导致两人丢掉性命 一人无意中救了卡普 当年罗杰在罗格镇被公开处刑后 伊姆却下令将他的后代一并抹杀 海军满世界寻找陆九的下落 也没能阻止艾斯的诞生 不过艾斯没能像罗杰一样成为海贼王 为了给同伴萨奇报仇 被黑胡子击败送给海军 最终在马林泛多被公开处刑 用身体抵挡赤犬的岩浆拳头 救下陆飞自己丢掉性命 为了掩盖消失的一百年历史 伊姆曾下令抹杀奥哈拉的所有学者 海军让身为中将的赤犬和亲自率领图抹令 宁可炸掉平民避难船 也要确保抹出奥哈拉的学者 亲自布满赤犬的绝对证明 私下放走了年幼的尼克罗宾 即便海军给出七千九百万的悬赏令 认定他就是恶魔之子 还是让罗宾活了下来 成为草帽一伙的成员 后来在鬼岛大决战的时候 CP0抓捕罗宾再次失败 希望罗宾在弹头岛世界 能从吴老星的手中安全逃走 多福朗明哥绝对是伊姆大人的眼中词 他原本也是一名天龙人 还掌握圣地玛丽乔亚的大秘宝 在当七五海的时候 经常与世界政府的高层做交易 手中一定掌握着伊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被路飞在德雷斯罗萨击败后 明哥被关入海底大监狱 伊姆就曾下令将其抹除 不过有麦哲伦看守没能成功 当下麦哲伦整天守在明哥身边 想要暗杀他基本不可能 莫利亚是最弱的一名七五海 居然能让伊姆亲自下令抹杀他 顶上战争完结之后 明哥接到高层命令除掉莫利亚 不过被他在和平主义者的围攻下逃走 后来莫利亚去蜂巢岛找阿卜 被溪流偷袭后关入牢房 卡普对战黑胡子海贼团时 佩罗娜偷偷将莫利亚救走 而且卡普被击败后下落不明 很可能是被莫利亚带走了 贝加庞克一直在偷偷研究消失的百年历史 伊姆得知后让CPU的陆琪出动 前往弹头岛将其抹杀 结果陆琪被陆飞击败没有完成任务 但是贝加庞克却被黄元和撒坦圣的攻击干掉 不过让伊姆更头疼的是 贝加庞克死后公开了世界真相 继地狱之王的索隆 能否打赢被誉为炎帝的萨伯呢 大将级强者用两场战斗给出答案 在德雷斯罗萨赤下烧烧果实 萨伯一个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 中将巴斯提有主动迎战 萨伯捏碎明刀斩交将其秒杀 对战大将藤虎稍微有点失利 战斗力应该比藤虎略低一点 当时索隆也与藤虎有过交战 被一招重力刀打入地底之下 重新回到地面嘴角流出鲜血 虽然飞翔斩机得到藤虎的夸赞 整体实力比藤虎还有很大差距 也应该打不过当时的萨伯 世界会议期间 萨伯带着军队长去玛丽乔亚 向天龙人宣战 为了救寇布拉主动攻击吴老星 火拳被变身怪物的伊姆一口吞掉 自己也被吴老星和伊姆联手打伤 靠着寇布拉的掩护才保住小命 之后萨伯被世人称为炎帝 但是战斗力并没有皇级水准 在此期间索隆来到和之国升级 将黑刀秋水更换为妖刀研磨 等同掌握武装色流英用法 拖着重伤的身体给凯多留下一道伤疤 之后在对战炎灾境的时候 觉醒百万分之一的霸王色霸气 斩断境的一条翅膀登基地狱之王 赏金也来到十一一千一百万贝力 当下草帽团正在弹头岛冒险 索隆与曾经的对手卡布有过交战 将场景陆果实开发到觉醒的卡布 依旧不是索隆的对手战败 黄元抵达弹头岛与陆飞交战 索隆的对手更换成CP0的陆琪 两人的战况还未公开 即便陆琪使用果实觉醒 也很难战胜索隆 在剧场版黄金城中 为了让陆飞安心对战泰佐洛 萨伯一个人挡住CP0的陆琪 以及赤犬派去的十艘军舰 当泰佐洛被陆飞彻底击败后 萨伯和陆琪也没有分出胜物 不过从萨伯的状态来看 对战陆琪并没有取得优势 开战前萨伯戴着礼帽一脸轻松 战斗完结时 帽子已经被打掉 陆琪也没有使用果实觉醒 却给萨伯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当时的陆琪最多也就大将级别 萨伯和他的战斗力相差并不大 如果索隆能在弹头岛击败陆琪 战斗力至少拥有大将级水准 是否可以证明他的整体实力 不会输给拥有炎帝称号的萨伯呢 田再次公布索隆的战斗力上线 距离海军大将还有一定的距离 去和之国对抗百兽海贼团 对索隆的战斗力提升最大 将黑刀秋水更换为妖道研磨 变相让武装色霸气得到升级 面对赏金三亿五千万的UP 认真战斗的索隆一刀将其秒杀 在鬼岛屋顶对战两位四皇 索隆的斩击一度让大妈感到畏惧 提醒凯多快点躲避 也差一点砍掉世界最强生物的龙头 当双四皇甩出最强合体技能霸海 索隆用血肉之躯抵挡住一瞬间 身上三十多处骨头被打断裂 也征服了一向狂妄傲慢的基德 见到凯多队倒在地上的路飞动手 索隆又一次站出来就自家船长 使用出最强招式九刀流阿修罗王者戏 却没有将凯多击倒在地 却在凯多胸口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疤 战斗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吃下毛皮族的特效药后 索隆与赏金十三亿九千万的炎灾进战斗 竟属于远古路纳利亚种族 恢复能力和速度都在索隆之上 期间妖刀炎魔出来捣乱 随意释放武装色 还差点让索隆丧灭 最终索隆在绝境之下觉醒霸王色 征服玉田留下的妖刀炎魔 斩断炎灾进的一条翅膀 登基为地狱之王 不过索隆的赏金只涨到十一一千一百万 是否拥有大将级战斗力呢 草帽团去弹头岛冒险 索隆的第一个对手是CP0的卡 两年前他们在司法岛有过交战 索隆爆发鬼气阿修罗击败卡库 现在的卡库已经将恶魔果实觉醒 却被索隆轻轻松松击败 第二个对手是赤天使鹰眼 也是战斗力最强的一位赤天使 小鹰眼在九蛇岛对战过黑胡 场面上可以说没有落下风 吓得黑胡子使用出暗暗鬼使 也没能将赤天使鹰眼击败 小鹰眼对战索隆却没有获胜 反而是被索隆轻松击败 第三个对手是CP0的陆琪 是被认定拥有大将级战力的人 对战武当状态下的陆飞 使用果实觉醒依旧被吊打了一顿 两人的战斗一直没有公开 在漫画1105话中有了新情况 纳美没有交代索隆和陆琪的战斗 却让圣平快点去帮助索隆 从此也能确定一点 在纳美看来 索隆很难将陆琪击败 需要圣平帮助才能获胜的索隆 距离海军大将真的还有一定距离吧 即弹头岛海军的人早有伏笔 战斗力能超越四皇 目标却不是为了救陆飞 在海贼王漫画1105话中 包围弹头岛的海军遭受攻击 不仅让人觉得 拯救陆飞的人终于来了 他们会是草帽大船团吗 当年在德雷斯罗萨分开后 他们一直在提升实力 等待报答陆飞的机会 草帽团在弹头岛的新闻早已传开 草帽大船团必定会来救自己的老大 即便萨坦胜带来了一百艘军舰 也不会是陆飞手下七位船长的对手 只要索隆击败觉醒状态下的陆琪 山智牵扯住海军大将黄元 陆飞恢复体力击溃萨坦胜 草帽团安全逃离弹头岛并不算困难 还有一种情况 攻击海军的不是草帽大船团 而是黑胡子海贼团 之前就有一艘黑胡子的船 停靠在弹头岛附近 领队应该就是拉斐特 他们在等海军和草帽团打起来 趁机加入战斗抢夺恶魔果实 不管是陆飞的幻兽种尼卡果实 还是大将黄元的自然系闪闪果实 以及吴老星萨坦胜的恶魔果实 都可能是黑胡子海贼团的目标 不过他们的兵力非常有限 凭借拉斐特的实力 很难抢走恶魔果实 如果黑胡子也抵达了弹头岛附近 草帽团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即便能应对萨坦圣和海军 也不一定能击败黑胡子海贼团安全逃走 韦田曾在漫画1105画中给出风 一个战力超四皇的人将来弹头岛 就是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 他曾询问伊万科夫 暴君雄最可能去哪里 伊万科夫的答案是圣地玛丽乔亚 不过多拉格却说大雄并不会去圣地 之后多拉格就转身准备出发 表现出一副知道大雄去向的表情 他曾与诺过暴君雄 革命军会在全世界寻找名医 去治疗波妮的病 也告诉过大雄被加旁克的事情 不难判断出大雄会前往弹头岛 如果攻击弹头岛周围海军的人士龙 草帽团肯定能安全逃走 龙的战斗力一直被认为能超越四皇 搞定一百艘军舰并不会很困难 不过龙的目标并不是救陆飞 而是带曾经的同伴暴君雄回去 当年害死金妮的人就是萨坦上 大雄沦落如此也是败他所赐 龙绝对不会放过这位吴老星 很有可能会在弹头岛将其干掉 让海军元帅的萨塔斯基 在亲自眼中真能打赢四皇黑胡子吗 从顶上战争的表现来看 当时的赤犬不具备四皇级战领 面对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 只是嘴上调侃 不敢正面交战 利用斯库亚德与罗杰的恩怨 给白胡子的胸口来了一把孝子剑 赤犬才敢亲自出手 岩将拳头重重砸在白胡子的胸口 不过在艾斯丧命后 彻底暴走的白胡子 也差点将赤犬干掉 后来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范多 香克斯挡住岩将拳头救下克比 赤犬被吓得脸颊流汗一动不动 眼睁睁地看着罗将陆飞带走 黑胡子在推进城招募玩伙伴 立刻来到马林范多抢夺振振果实 面对奄奄一息的白胡子 黑胡子仗着暗暗果实的优势占据上风 却暴露出太过傲慢的缺点 被白胡子砍倒在地差点丢掉性命 最终黑胡子海贼团全员出动 才将世界最强男人彻底击败 得到振振果实的黑胡子 扬言自己才是世界最强男人 却不敢与红发海贼团交战 带着手下的人乖乖撤离马林范多 可见当时的黑胡子也没有四皇战斗 与赤犬交战也不一定能赢 之后在燃烧岛抓住超新星波尼 企图找海军交换一艘军舰 见到前来交涉的人是赤犬 立马带着手下的人逃跑 从赤犬自信的架势来看 好像真的有实力灭掉双果实的黑胡子 之后战国从海军辞职 赤犬和轻智在庞克哈萨德爆发元帅争夺战 经过十天十夜的熬战 轻智被打断一条腿 以微弱的劣势战败 之后赤犬抽上雪茄当元帅 后来在无名小岛上遇到黑胡子海贼团 听到拉斐特要干掉自己抢弓动物时 立马将大九等人瞬间冰封 表现出完全不怕黑胡子的气势 也吓得黑胡子立马向轻智道歉 后来在黑胡子的再三邀请下 轻智才决定成为他们的一员 之后轻智告诉黑胡子 输掉元帅争夺战 也给赤犬留下一身伤疤 从此也能表明 轻智虽然战败了 实力并不比赤犬差很多 轻智自信能对抗黑胡子海贼团 赤犬也绝对有同样的战斗力 通过轻智的表现是否可以说 元帅赤犬能打赢四皇黑胡子呢 废财恶魔果实用出神级能力的人 韦田迫不得已增加第四种果实类型 人人果实一共有四颗 只有乔八吃了老百姓形态 没有获得任何特殊的能力 还变成一只被大海抛弃的汉鸭子 乔八靠着一颗蓝波球 硬生生将它开发出了七种形态 面对赏金超四十亿的四皇大妈 也能正面与它打上两个回合 去和之国对抗百兽海贼团 一巴掌拍飞赏金十三亿两千万的奎英 真是硬了那句话 拿着一百倍利的赏金 打着几十亿的家 乔八的人人果实还有暴走形态 比所谓的恶魔果实觉醒更加稀有 目前它的赏金暴涨到一千倍利 真实战斗力应该能值一个亿吧 当年托雷波尔拿出现现果实 明哥没有做任何思考果断吃掉 一颗用来缝缝补补的恶魔果实 硬是被它开发出了神级能力 不仅能将线拴在云彩上飞行 还能用线控制敌人当提线末丸弄 大招鸟龙甚至能切开巨大陨石 即便是大将藤壶也不能将气枕断 明哥还觉醒了线线果实 打四档状态下的陆飞也是不落下风 不过明哥对霸气的修炼并不强 附着武装色的手都能被罗砍上 如果他能跟着雷利学习两年 拥有大将级别的战斗力不算困难 在罗宾看来 肉球果实是用来卖萌的 硬是让大雄成为六边形战士 不仅能弹开一切攻击 还能拍飞空气 达到瞬间移动的效果 甚至能将空气无限压缩 像炮弹一样爆炸摧毁一座岛屿 大雄还开发出了治疗能力 将人体内的伤病全部弹出 结合武装色霸气使用 一拳就能打断萨坦圣的一条腿和肌颈 当年陆飞吃下橡胶果实后 一直被诟病是一颗废彩果实 不过靠着陆飞超强的战斗至上 硬生生开发出了多种形态 二档提升速度 三档巨大化增加力量 四档与武装色结合 最终被陆飞开发到觉醒状态 变成传说中的太阳神尼卡 吴老星也曾强调过 在过去的八百年里 没人觉醒过橡胶果实 陆飞能让尼卡重现事件 也印证了他开发果实的强大天赋 当年卡塔库利对战陆飞 一度认为诺诺果实是橡胶果实的上级 配合上剑纹色预见未来的能力 让指挥四档的陆飞感受过绝望 不管陆飞用出什么招式 卡塔库利都能复制出更强的招式环机 甚至还给人一种错觉 诺诺果实不是超人系 而是属于自然系 因此伟田还特意给出解释 表明诺诺果实属于特殊超人系 陆飞成为太阳神尼卡后 他的亲友团都有哪些反应呢 卡普望着自己的铁拳说 小时候的爱之铁拳就该加点力道 砸出太阳神尼卡形态 也能早点从海军退休 二爷爷战国吃着卡普的仙辈说 早知道就不在顶上战争放水了 当着十万海军演戏真的好行吗 多拉格摸着脸上的鞋底一说 当年在罗格镇是我多管闲事 不朝着巴基脑袋披上一击闪电 不出面按住斯摩格的海楼式武器 你也不会在大海上混得那么兴 爱斯流着悔恨的眼泪说 小时候释放霸王色就你是我的负 在马林泛多挡住赤犬的岩浆拳头也是我的负 现在大哥给你说声对不起 快点去把赤犬的脑袋拧下来 萨伯再次来到爱斯的墓碑面前 悔恨在德雷斯罗萨一脚踢飞巴沙斯 就应该让他二伙 恐怖能用霸气的路飞一包 自己也能让多拉格带着革命军 跟在草帽团后面干天龙人 香克斯摸着隐隐作痛的左臂 我就是个纯纯的大冤状 用一条胳膊激励路飞去当大海贼 倒不如让近海之王养上他一口 八岁就能觉醒患受种一卡普世 不出十岁妥妥能完成船长罗杰的遗旨 雷厉缓缓擦掉眼角的泪水 自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朝着路飞脑袋挥了一万磅 还不如凯多一记狼牙棒有效果 贾老师的帽子这辈子都摘不掉 白星公主喊了一声尼卡大人 现在的三档是不是可以变得更大 纳美再次把路飞打成猪头模样 后悔两年间的铁拳还是用力抬轻 如果能早点把路飞打成觉醒状态 自己也不会在蛋糕岛受那么多的苦 索隆望着船长来了一句 老子也不装了 睁开左眼释放鬼气 地狱之王恭喜太阳神归问 布鲁克缓缓端起一杯咖啡 登陆大号的时机终于来了 让你们看看把罗杰当信任的古王 到底有多么耗色 乔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人人果实有那么多的种类 偏偏就我吃了个老百姓形态 你们这是欺负老实人 还是拿我当大冤种呢 汉库克整理完衣服微微一小 体力耗尽也没有什么关系 快点开启你的解放之谷 我们再来一轮